嗨!大家好! 將將!Sony Xperia Z3 將將!Sony Xperia Z1 這一次要讓他們兩個來做PK囉! 那我們先來看這兩台的拍照比較吧! 好的!現在看到的是 Lightroom的畫面 這是我在深坑拍的照片 左邊我用的是Z3 右邊用的是Z1 那我們來看一下 現在整個畫面看起來的話 我是覺得差距不大 差距不大 如果看比較細部的部分的話 像我們從正中間 中間上面這個堂幫好了 放大看一下 我這應該是拍16比9的 15萬 1500萬畫素 那看到畫面就是像這樣 Z3的畫面好太多了 清晰啊!非常清晰 那Z1的話是感覺有點糊糊的 那我們來看看右上角 邊邊這邊 Z3太棒了 像Z1這邊都已經很糊了 是看得到啦 但已經很糊了 好! 那我們再來看看我拍的其他照片 我在家拍了幾張模型 來看一下 白! 好!這一張應該就是拍 兩千萬畫素的 4比3 兩千萬畫素 那左邊一樣是Z3 右邊是Z1 好! 大圖看起來是 差不多一樣 但是顏色是有點差異啦 那我們來看一下細部的地方 白的臉 欸!上到! OK! 一樣 跟剛剛一樣 就是說 Z3的地方會清晰很多 比起Z1 像看 皇冠啊 這邊 Z1都有點糊糊的 Z3非常清晰 嗯!棒! Z3太棒了 大小可能是沒有拍的一樣大 但是角度可能差不多 好! 那我們再來看看 臉部更放大的圖 好! 這顏色比起來也不太一樣喔 像這張 Z3拍的 顏色比較偏紅一點點 那... 那Z1的話 就比較綠一點點喔 就比較綠一點點喔 好! 放大來看一下 眼睛! 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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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灰塵! 哈哈! 嘩! 原來那麼多灰塵 嗯! 嘩! 嘩! 好! 那照片比較就先到這裡 感覺怎麼樣呢? Z3的畫面比Z1的畫面還要來得更清晰 顏色的方面呢 Z3帶了一點紅潤感 Z1的話有點綠綠的 那我比較喜歡Z3的畫面 再來我們來看看 Z3 還有這台 RX100M3 他們錄影 就是防手震的時候 還有錄影的畫質 的差距 好! 請看! 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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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兩台的論影方式呢 Z3我是像這樣子拿在上面 那RX150是像這樣子拿在下面 所以剛剛看的畫面才會一上一下的 那錄影出來的畫面呢 Z3在走路的時候 走一走 那畫面是很滑順的 但是它會突然自己重新自動對焦 所以變成說雖然畫面滑順 但是突然重新對焦的時候 就變成會有一點小震動 小抖動因為它對焦的時候會有前後的感覺 那RX100 III的話 就沒有這樣的問題 畫面非常的漂亮 那再來看一下 我去爬山的時候用Z3錄影的畫面 對焦的時候 那我就會有一點小震動 然後再拉一個小震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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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拉一個小震動 然後再拉一個小震動 這次這個畫面就拍得非常棒 沒有那種自動對焦的抖動 然後防手震的那個機制也做得非常好 那這畫面就拍得非常棒 以上就是本次的比較 下次再用Z3來錄遊戲的畫面給大家來看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